香港餐廳失敗數字 一 香港現在有17494家的持牌食肆 相比2019年底 即疫情增加了2114家 包括現在站在水街後面這個 新租客開帳 蘇軟少校 之前都是賣褲而已 現在又變成了餐廳 二 另外外賣加上特別許海證 現在香港大約有32143家做食店 相比2019年底 疫情增加了4713家 香港經常說有大約10萬家店 即大約三分之一 很多都是做食 三 開業的食肆就新界較多 結業反而港島較多 但整體來說 兩者都是多了食肆 四 結業的個體會佔了82% 是遠多於聯所店 五 現在食肆的收益 六 只是回合到疫情前的87% 六 流回價一計 食肆總數就多了13.7% 收益就只剩下以前的87% 即平均每間的食肆是分薄了23.5% 利用率也自然平均每間 是跌了大約2-4成 生意的確難做 七 但一雞死一雞鳴 食肆始終都是多人喜歡開 香港約有400萬的就業人口 當中每10都一定的仇 這輩子都要開一間餐廳 分40年開 每年就有大約1萬間的新餐廳 誕生 每個租約平均港三年 之後全數收拾 期間也有大約3萬間的餐廳 在營運 剛好就變成了香港餐廳的數目 大約3萬間 當然了 之後會每間都收拾 八 香港連鎖餐廳的總收入 是佔了市場的分額47.5% 而個體戶是佔52.5% 九 2020年香港平均每間的餐廳 每月的收入大約是港幣41萬 2019年大約是港幣65.5萬 是下跌了37% 合理呢 因為2020年起 COVID 10 近八成的遊客 都是來自內地 WINNATICSOR 不要只坐在那裡等 先用網上的宣傳 尤其是小紅書 帶領點評在內地的媒體 排大隊廣播 分分鐘是你 廢話 很好 現在就和你分析 詳細以上的10大餐廳數碟 下來了 知不知道香港那間餐廳 亦前亦後 香港餐廳的餐是多了還是少了呢 倒閉的是連鎖店 還是過體會多 平均每間餐廳 每個月做多少生意額 又帶出哪三大啟示呢 最近看到香港01 關於香港餐飲業現況的分析 連續很多個測試 和在食環處最新易後的數字 現在就和你分析一下 那10大餐廳的數字 根據食環處資料 截至2023年的10月23日 現在有17,494家持牌的食肆 包括13,060家的普通食肆 和4429家的小食食指 加多5家水上的食肆 以上都叫做以發牌 和可以合法服務街客堂食的食肆 但不包括 截至2022年底的食物製造廠牌 10666家 大部份的兩三送飯都是這個牌 涼茶店413家 非瓶裝飲品862家 切開水果808家 工廠食堂485家 控制麵包餅食編排 529家 燒米及滷味電排 429家 冰凍甜點製造廠牌457家 如果加上所有食店的總和 包括涼茶店 非瓶裝飲品 切開水果 工廠食堂 控制麵包餅食電排 燒米及滷味電排 冰凍甜點製造廠牌 相關的牌照和許可證 就由27430家 增加到4713家 or 17.2% 去到32143家 這個測就是按每半年食肆 開業和結業的數目 橙色的巴就是開業 灰色的巴就是結業 很明顯開業是多於結業的 至於地區分佈 就是北區 沙田 灣仔 西貢 屯門 開業就比較多 基本上新界開業就比較多 結業呢 多數是灣仔 南區 中西區 潘塘 東區 搞多 基本上港島區 結業就搞多了 為什麼 新界人口增長 多了新的樓盤 屋邨的商場學成 自然參觀開業也特別多 合理的 根據香港令人 按食環處的數字去統計 2021年5月34日 去到2023年12月23日 那結業的食肆 構成期間是開業的同名食肆 合共結業了1957間 當中只有一間店的食肆 建業佔了1610間 2至4間分店佔了247間 5至9間分店佔了67間 10間分店或以上佔了33間 合共總共倒閉了1957間 喂 個體戶 很多都是初次創業者 創業受創 多人失敗建業收場 明白嗎 金融月就這樣開店舖 首次創業就成功 不然香港每個老闆都發達了 開分店的 就已經買約有相關經驗 計算過阿蘇 當然倒閉的機會率也低很多 開業方面 個體戶百花齊放 連鎖店也開不少 根據香港01 按食環處的數字去統計 2021年下半年 至今開業的連鎖店的集團 分店由1間到24間不等 開得最多的包括 鹹仔三個米線 鹹仔雲南米線 牛奶冰湿 燒肉like 香港等 以上數字 對食肆堂貨市 有三大計市 一 生意難做 二 日計時一計名 三 原來剔鎖 一 生意難做 為什麼 你怕 疫前 疫後 可以合法服務街客 坐下 堂食的食肆 增加了 2,114家 增加 增加 13.7% 如果所有跟食 有關係的店舖 街雷 主要是外賣 就增加了 4,713家 增加 17.2% 雖然食肆的數目增加了 但整體的收入還未回復疫前水平 統計處 2023年第二季的報告指出 食肆的收益指數只是 117.2% 相比 2019年第二季 134.5% 只是回復到疫前的87% 那來回計算 食肆就增加了13.7% 收益就只是疫前的87% 即是平均每間的食肆就分薄了23.5% 變相 以前每間的食肆平均做100元的生意 現在就只能做到76元 換 食肆的成本架構 一般我形容都叫做4321 就是每100元的營業板 4成就有了食物的成本 3成就有了人工 2成就有了租金 剩下1成 當然要賺錢 是利潤 現在平均的營業板 即是剩下以前的76.5% 即是以前做100元 現在做76.5% 平均每間的食肆 雖然能夠節省食物的成本 但人工和租金幾乎是一樣的 因此最大影響的 當然是利潤 放眼估計 相比疫情 平均每間食肆的利潤都少了2至4成 2 一計四一計明 開食肆始終門檻較低 我一家人 我爸爸 我哥 我自己也開過不少的食肆 是開心的生意 很多人開食肆 是未必為了賺錢的 害了夢想 興趣 害了社交 結識朋友 另類目的 或點光 可能是為了威 一生人的感覺始終都要開飯間食肆玩 因此很多人不介意虧本 虧著這樣做 最重要是虧得起 香港現在大約有400萬的就業人口 當每10個人入面有一個 你每年都想開飯間餐廳 開飯間食肆玩 這樣每一年 就已經有一萬間的新餐廳誕生了 當每間餐廳平均的租入是玩三年 之後全部都收拾了 其間有三萬間餐廳在營運 剛好就等於香港全部餐廳加上的總額 大概三萬間 加上肺炎 疫情期間 很多人失業 受業不足 機會成本下降 租金便便宜 自然餐廳的數目亦增加 三 會你的剔手 參考探製上市的文件 在香港的餐廳中 連鎖店佔了很大的比例 2020年 連鎖店的總收入是373億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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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每個月的收入大約是41萬 2019年是65.5萬 合理的 2020年間跌了30% 因為有COVID 香港始終是個底戶的餐廳比較多 每間的平均營業盤雖然比較小 但數量多些 總營業盤自然是大些 汁也比較多 連鎖店至於有規模優勢 入貨成本、出品人材、宣傳香港 通常都會贏那些個體戶 但個體戶只要動得多些的網上宣傳 提高個獨特性加進多些人情味 始終有很多是連火店不能夠爭取的優勢 肺炎期間 香港的消費市道是一個混咒鬥 通關後就不同了 如果你純粹是靠人流天天等運到 由於北上消費 晚上的人流是少了 你生意一定是難做 現在近八成的遊客都來自內地 要你善良這個社交 不需要小學需要大隊點評等 更多宣傳你的生意 給內地的朋友來光顧 一日排隊呢 例子也不少了 通關後的消費模式是改變的 但可以說的是 winner takes all 香港現在有17494家的持牌食肆 相比2019年底即是疫情 增加了2114家 包括我現在站在水街後面這個 新租客開帳 蘇軟 少校 以前只是買褲 現在又變成了餐廳 而另外外賣加上這個特別的許海證 現在香港大約有32143家 是做食的店舖 相比2019年底 疫情是增加了4713家 香港我經常說有大約10萬間店舖 即是大約三分一 很多都是做食 三 開業呢 新界就多些 結業就港島多些 但整體來就是 兩者都是多了餐廳 四 結業方面 個體會就佔了82% 是遠多於連鎖店 五 現在的食肆收益 只能夠回復到疫情的81% 六 來回一計 食肆的總數就增加了13.7% 但收入的總數 只剩下以前的87% 即是平均每間的食肆就分薄了23.5% 利率都自然會下降 平均坊間預期 二至四成 七 一計死一計明 食肆始終都是當人喜歡開的 香港大約有400萬的製業入口 當每10個日子的時候 這四人都要開飯一間來玩一下 分到40年開 每年就有1萬間新誕生的食肆 當租入平均是三年 之後全部全部收拾 即是期間有3萬間的餐廳在營運 剛好就等於香港餐廳的數目 大約有3萬間 八 香港連鎖店總收入是佔市場分 是47.5% 個體會是佔52.5% 九 2020年香港平均每間餐廳每個月的收入 大約是41萬港幣 即是2019年的65.5萬 因為COVID下跌了37% 都明白嗎? 十啊 現在香港八成的遊客都是類似內地 本來剩下 不要只坐在等溫度 做多些網上的宣傳 尤其是小紅書 大眾點評等內地的媒體 分分鐘排好大隊貨間的小店 就是你 Fight on and good luck 有閒就來幫請你們水街 做一下剛剛開業事業中的 蘇軟小客吧 拜拜